今天的艺文活動要為您介紹 已經過世的劇作家姚依偉 在47年前以西鄉記發想 創作了孫飛虎搶親 最近終於要搬上舞台 取材自西鄉記的孫飛虎搶親 源源穿著華麗的傳統戲曲服裝 但表演卻加入了運文形式 跟大量的歌唱 看起來既中國又西洋 有點現代也很古典 這是前衛的戲劇大師姚依偉 在1965年創作的劇本 近半個世紀後終於得以搬上舞台 姚老師解构這個西鄉記來說 他把當代人對於古代故事的認識看法 以及就是把這個知識分子 在這個當時這個情境底下的窘境 他都充分做了表現 而這個東西在當年的西鄉記當中 是沒有的 第一次演出姚依偉作品的演員說 雖然角色來自西鄉記 但原本才子家人的故事卻被徹底顛覆 給了觀眾更多想像的空間 張生不是原來的張生 讓崔英英不是原來的崔英英 對現代人來說 這個東西的話 他不一定很了解 崔英英跟張生的故事 可是呢 他們應該可以看到這個戲的話 他可以看到人性的某一種荒謬感 我們可以去思考 就是所謂的愛情的本質是什麼 那我們等待 一生都在追求 一生都在等待的東西 可是最後等來的卻是什麼 還有我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今年是姚依偉90名單 而已經問世近50年的孫飛虎搶親 首度搬上了舞台 格外受到矚目 記得陳書均 陳保羅 台北報導 致電話